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看看合不合适 这么快就挑选出来了 好 要是不行的话 我再继续找 行 这段时间我看你金本文的态度 比之前积极多了 你是咋扭转的跟我聊聊 说起来也挺蒙羞的 期间也流露不少败坏呢 是吗 现在能有点变化 都是神话语达到的果秀 感谢神 我在教会制作视频时 带领说 现在急需筛选素材的人员 问我愿不愿意去 我心想 这个本分是幕后工作 做得再好也没人知道 做视频是技术活 做好了 不仅能让更多的人看到 还能得到人的高看 我打心里不想筛选素材 看不上这个本分 是 也有些不服 觉得 我也没差到这个地步吧 现在我正在学习新技术 我技术提升了 要不了多久 肯定能做出好的作品来 为什么让我去呢 我就那么差吗 那弟兄们 要是知道我去挑选素材 不得小瞧我呀 我心里就翻腾开了 虽然不好接受 但我知道 得有理智先顺服下来 就答应了 戴灵走后我心里又突然想到 这还没有调整本分 这段时间 我加紧学习技术 争取做出好的作品 让大家刮目相看 说不定戴灵看我有长进 就不给我调化本分了 下正名字记 是啊 于是呢 我开始花更多的时间 学习技术 平时一些有难度的效果图 我也主动拦过来做 就希望能在短时间内 让戴灵看到我的长进 可我越不服输 清醒就越不好 学技术的时候 心总静不下来 进本分的果效也不好 耽误了制作视频的进度 我心里很痛苦煎熬 回想这几天发生的事实啊 我才意识到自己的情形不对了 嗯 就来到神面前倒过反省自己 嗯 过后啊我看到神的话 我去拿拼吧 嗯 全能神说 你们今天能在神家尽上本分 不管尽的本分大小 不管是出力的还是用脑的 是办外事的还是办内物的 哪个人尽本分都不是偶然发生的 这哪是你的选择呀 这都是神带领的 神托付你了 你才有这个感动 才有这个使命感 才有这个责任心 你才能去尽这个本分 外邦人中长相好的 有知识的 有本事的太多了 神看中他们了吗 没有 神没有拣选他们 神就看中你们这般人了 让你们这般人 在神的经营工作中 担任各种角色 尽各种各样的本分 担任 最后神的经营计划结束了 成就了 这是多荣耀多荣幸的事啊 所以说 人今天尽本分受点苦 有点撇弃花费 有点付出 在世上失去了地位 失去了名利 这些东西 这些东西都没有了 似乎是神都给剥夺了 但是人得着了更宝贵的 更有价值的东西 人从神得着什么了 就是借着尽本分 得着真理生命了 你尽好本分 完成神的托付了 你的一生为你的使命 为神给你的托付而活着 有了美好的见证 你这一辈子活得有价值 你才是真正的人 为什么说你是真正的人呢 因为神拣选了你 让你在神的经营中 尽上了受造之物的本分 这是你活着最大的价值 最大的意义 阿们 读了神的话我明白了 我们今天在哪里尽本分 尽什么样的本分 都不是偶然的 是神早已命定好的 不由任何人决定 也不是我们自己的选择 是 今天教会安排我 制作视频 使神的命定 如果我哪一天 去尽筛选素材的本分 那也是神的主宰安排 我应该从神领朔 顺服下来 是 在神价金本分 和在世界工作是不一样的 本分并没有大小 也不分高低贵贱 是 我也发现自己 为什么带领让我选选素材 我心里那么抵触 顺服不下来呢 就是因为 我对待本分的观点不对 我一直觉得 做视频属于有技术含量的本分 做出成品 大家都能看到 自己的虚荣心 也能得到极大的满足 而筛选素材 是幕后工作 付出多少都没有人知道 就是一个无名之辈 其实呢 在我心里啊 根本没把这些 幕后的 技术含量低的工作 当成本分 所以听到 带领要安排我筛选素材 我就很不情愿 心里讲理不服 过后也不寻求成的心意 想在短时间内提升技术 以此让带领改变计划 我就不用调整本分了 看到自己太诡诈 太狂妄了 虽然当时我没有直接拒绝带领 但我的内心和我的实际行动 却是在拒绝调整本分 我这哪有一点顺服啊 就是在与神对抗啊 想到自己做视频有两年多了 因着自己的素质勾不上 在技术上一直没什么提高 始终也做不出成品 需要别人修改才能合格 现在根据我的素质调整本分 这也是合适的 而我呢 不仅没为之前没进好本分 感到亏欠 反而对本分挑挑拣拣 考虑的都是自己的利益连面 是 我实在是自私自利 没有一点良心理智 我感到很羞愧 心里也愿意顺服神的摆布安排了 没过多久 我就去奢选素财了 感谢神 虽然我去奢选素财了 但因着我的追求观点没有转变 一段时间后啊 我又觉得尽这个本分 也没有人注意到 没法体现出自己的价值 心里就感觉很憋屈 当时有一个弟兄 经常来我们组交流技术 想到两年前 我和他配搭做过视频 现在人家都当负责人了 我心里就羡慕 以前弟兄技术好 别人有什么技术问题都问他 现在人家又做负责人了 这看来 那天 经有技术含量的本分 确实是风光有前途 像我现在尽这个本分 没啥技术含量 以后能有啥发展前途 后来我又听说 我之前认识的两个弟兄 也被提拔做负责人了 有一个还要来负责我的工作 我心里又开始难受了 这哪天 弟兄看到我在这里筛选素材 不得小看我呀 以前我还负责过他们的工作 想到这儿 我一下子就念了 别人进本分都是越进越好 能得到神价的培养重用 都有机会出头露脸 而我却只能在幕后 待在这个鸡脚嘎啦做点活 这以后啊 是再也没有机会出人头地了 一想到这儿 心里就感觉 压抑憋屈 一直活在这种情形里 本分会受影响吧 是啊 我今本分很被动 像混日子一样 过一天是一天 结果呢 今本分总是出错 有时候把 规律素材的事给忘记了 过后还得别人花时间处理 有些素材筛选的不合格 佩达的弟兄还得检查一遍 工作量大 需要熬夜加班 我也不情愿 弄翻宽 那本来能在规定时间内做完的活 也被我耽误了 佩达的弟兄说我尽本分不用心 应付糊弄 我也没认证反省认识自己 那段时间 我活在几处较劲的情形中啊 消极到一个地步 甚至想摆脱这个环境 那这种情形挺危险的 后来你是怎么解决的呀 痛苦之中啊 我来到神面前祷告 神啊 我现在很消极软弱 总觉得尽这个本分 不起眼 让人小瞧 心里憋屈 我也知道这种想法不对 但是我不知道该怎么放下 神啊 求你开启我 能认识自己的问题 走出消极的情形 阿们 灵修时啊 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全能神说 狄基督这类人所做的一切 都只是坐在人前显露自己 而不是坐在神前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因为这类人太喜爱地位 把地位 把地位当成生命 把地位当成人生追求的目标了 也因为他们太喜爱地位 他们从来不相信真理的存在 甚至可以说 在他们心里根本不相信神的存在 所以 他们无论怎样为地位名誉盘算 无论怎样以假象欺骗人欺骗神 在他们内心深处都没有任何的知觉 没有任何的责备 更没有任何的不安 他们在始终如一地追求 名誉地位的同时 也在肆无忌惮地否认着神所做的一切 为什么这么说呢 就是在狄基督内心深处认为 一切名誉地位都是靠人自己争来的 只有在人中间站稳脚跟 得到名誉地位 才能享受到神的祝福 人得到了绝对的权利地位 活着才有价值 才能活得像个人 反之 如果像神话中所说的 凡事都顺服神的主宰安排 甘心占好受造之物的地位 活出正常人的样式 那样活着太窝囊了 没有人能瞧得起 人的地位 名望 幸福 要靠自己去争取 要以积极主动的态度 去争去夺才能得到 别人不会施舍给你 被动的等待只能失败 狄基督心中是这么盘算的 这就是狄基督的性情 如果盼望狄基督能接受真理 承认错误 有真实悔改 那是不可能的 他们绝对做不到 因为狄基督有撒旦的本性实质 他是仇恨真理的人 所以他无论走到哪里 就是走遍天涯海角 他追求名誉地位的野心 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他的看似观点 与他所走的道路 也是永远不会改变的 阿们 神的话把狄基督 追求名誉地位的实质 解释得很清楚 狄基督把地位 看得比生命还重要 是 把追求名誉地位 当成一生的目标 无论在什么环境中啊 都要维护自己的名誉地位 看到我追求的观点 跟低级都是一样的 在我内心深处 也把地位看得高于一切 总想在人前露脸 人后留名 不然就觉得太窝囊 活着也没什么价值 想到我从小 深受撒旦毒素的熏陶 也特别是 喜欢古代那些所谓的人人之士 喜欢他们推崇的 劳心者治人 劳力者治愈人 吃得苦中苦 方为人上人 生当做人杰 死一位鬼雄 这些智力名言 常常被他们的豪言壮志 远大报复所吸引 觉得这是有志气 有理想 人就应该这样活着 这样活着 才能得到人的高看崇拜 活得才有价值 可不是吗 不管是学校 社会 都给人灌输这些 错误的思想观点 已经潜移默化地 重在我们心里了 是啊 有时候 看到古代那些有才华的人 势头坎坷 怀才不遇 我就为他们感到惋惜 心里为他们鸣不平 新生后 我看到带领工人有地位 能得到人的高看 就巴不单哪一天 我也能有机会出头露脸 那时我热心特别大 即使还在上学实习 那每一次聚会我从不拉下 后来我被选为交官职事 我觉得自己的身价 瞬间提高了 近百分就更有劲了 后来因我做不了实际工作 解决不了问题 被撤还了 我就像泄气的皮球一样 消沉了好长时间 这次调换本分是选素材 我总是不甘心 那仍幻想着有一天 还能尽上风光露脸的本分 那尤其听说 我认识的两个弟兄 都被提拔做了负责人时 我心里就更加难受了 觉得我成了人群中最差的 这以后到哪都抬不起头 这心里啊 充满了压抑的情绪 禁本分 营父糊弄 即使影响了工作 我也不当回事 佩达的弟兄指出我的问题 我还不反省 最后消沉到一个地步 都想撂下本分 逃避这个环境 看到自己的情形啊 实在是太危险了 已经被名誉地位 牢牢地控制住了 神一直要求我们 老老实实做人 能追求真理 尽好自己的本分 而我总是抓住名誉地位不放 尽本分也是想着 怎么能出头路里啊 这不是与神唱反调吗 我这样信神 怎么能得到真理 蒙神拯救呢 想想 这些年我也吃喝了不少神的话 但我并没有真正地 接受神的话 仍凭着撒旦观数的 邪说谬论活着 把本分当成 实现自己出人头地的工具 真的是辜负了 身在我身上付出的心血代价 是 如果不是这次环境的显明 我还不认识自己 还顽固地追求名誉地位 嗯 再不扭转 最后只能被神淘汰 我不能再沿着错误的道路走下去了 嗯 如果没有神话语的审判解释 我们不容易认识到追求名誉地位的性质后果啊 嗯 是 之后呢 我也寻求该怎么正确对待自己的本分 嗯 我看到一段神的话 全能神说 对本分该怎么理解 就是造物主 神交给一个人所要做的事 人的本分就是这么产生的 神交给你的托付 这就是你的本分 你按着神的要求去尽本分 这是天经地义的 你看准了 这是神的托付 这是神的爱 神的祝福临到你了 你就能以爱神的心来接受本分 你就能在尽本分上体贴神的心意 就能为了满足神而克服所有的难处 真心为神花费的人 绝不能拒绝神的托付 不能拒绝任何的本分 不管神托付什么本分 不管有什么难处 都不应该拒绝 而应该接受过来 这是实行的路 也就是在凡事上都能实行真理 尽上忠心来满足神 这里的重点在哪 在凡事上 凡事就不一定是你喜欢的 也不一定是你擅长的 更不一定是你熟悉的 有时候你不擅长 有时候需要你去学习 有时候有难度 有时候需要受苦 但无论是什么事 只要是神托付给你的 你就应该从神领受 接受过来把这个本分尽好 达到尽上忠心满足神心意 这就是实行的路 阿们 从神的话中我明白了 不管什么本分都是神家的工作 都涉及到神的托付 真心信神的人 会义不容辞地接受过来 不管这个本分自己是否喜欢 都能顺服下来 为满足神把本分尽好 阿们 带领安排我筛选素材 一方面是根据教会工作的需要 另一方面也是根据我的素质合理安排的 我应该接受顺服 虽然是在幕后进本分 但对于视频工作来说 也是不可或缺的 我能进这个本分 也是神给我的一份责任 我不应该轻看它 是 在神家进本分 不管是进文字本分 还是制作视频 筛选素材 哪个本分都很重要 你就像一部机器 就算是一个螺丝钉也很重要 少了它 整部机器就不能预转了 是啊 而且呢 筛选素材不涉及多少业务技术啊 我能够得上 很适合我 另外呢 借着这次调整本分 显明了我 追求名誉地位的白坏性情 也让我看到 自己所走的错误道路 知道了该怎样对待本分 才和神心意 在真理上有了一点进入 这是最宝贵的收获 这里面有神的良苦用心啊 阿们 我就向神祷告 神啊 我感谢你 今天我才看见 自己一直以来都在追求名誉地位 走的是错误的道路 没有好好珍惜自己的本分 错过了太多追求真理的机会 神啊 我不愿再为脸面地位活着 愿意顺服你的主宰安排 就算让我一直筛选素材 我也愿意接受顺服 神啊 愿意加个我背叛肉体的心智 能够脚踏实地地追求真理 尽好本分 阿们 阿们 过后啊 我又看到两代神的话 全能神说 凡是尽本分的人 不管明白真理深浅 要进入真理实际 最简单的实行法 就是处处为神家利益着想 放下自己的私欲 放下个人的存心动机 与脸面地位 把神家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这是起码应该做到的 如果一个尽本分的人 连这点都做不到 那还谈什么尽本分 这就不是尽本分了 你应该先考虑神家的利益 体贴神的心意 考虑教会的工作 把这些放在第一位 其次在想 自己的地位站没站稳 别人怎么看自己 分两步走 这样折中一下 你们是不是就感觉容易一些了 这样实行一段时间 你就觉得 达到满足神不是一件难事 另外 你能尽上自己的责任 尽上自己的义务与本分 放下私欲 放下自己的存心动机 体贴神的心意 把神家的利益 把教会的工作 把自己该尽的本分 放在第一位 这样经历一段时间 你就觉得 这样做人好 活得光明磊落 不是卑鄙小人 活得不是窝囊 龌龊 卑鄙 而是光明正大 这是人该活出的形象 是人该做的 慢慢的 你心里满足个人利益的欲望 就越来越小了 你们做人的原则是什么 应该本本分分做人 要找准自己的位置 尽好自己该尽的本分 这才是有理智的人 比如 有的人擅长某方面业务技术 还能掌握好原则 那你就应该负起责任 把好这个关 有的人 能提供一些思路 亮点 使大家得点启发 把本分尽得更好 那你就提供思路 你能找准自己的位置 与弟兄姊妹和谐配搭 这就尽上本分了 这就是本本分分做人 阿们 阿们 从神的话中 我找到了实行的路途 作为一个信神的人 首先应该站好自己的位置 凡是考虑神家利益 放下连绵地位 把自己的本分尽好 自己能做什么 擅长什么 就力所能及地发挥出来 达不到不擅长的 也别去争 哪怕只能提供一些素材 做些打杂的活 只要对教会工作有益处 而且尽上全力了 这就尽上自己的本分了 阿们 这要事情才是规规矩矩做人 本本分分做事 是 后来我就按下信来尽本分 学习筛选素材的原则 当白正存心 用心去做的时候 就看到了神的带领 筛选的素材质量好了 效率也提高了 当视频制作出来的时候 虽然别人看不到 背后有我的付出 但我心里觉得很踏实 因为我知道神在检查着 是 我感到这样尽本分啊 比之前轻松多了 我从心里感谢神 感谢神